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下班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好 怎么称呼 薛灵乔 想必薛先生今天这么急的找我来 肯定是有要事跟我商量 看看我能不能帮助您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买清晰版的怪物食品 巧了 一个小时之前啊 李警官还找过我 关于咱们这个怪物食品的事 请问您是警察吗 不是 我拿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回答您呢 因为我是那个卖视频人 至于薛先生是不是那个卖视频的人 我也无法确认 我也不想知道 但是我确实从那个视频网站 拿到了卖视频人的联系方式 并且我也把这个消息 交给了我的委托人 至于你们之间是怎么交流的 我也不知道 莫不是 莫不是 你把这个视频给了的 他没给你钱 哎呦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是无能为力 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李警官 他对卖视频的人很感兴趣 我这正好 不好意思 张先生 我把这些的 你把这些的 我把这些的 你把这些的 你把这些的 有的 我把这些的 我把这些的 更能够 那些的 我把这些的 是守规矩做事 诚信经营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 透露委托人的信息的 你这么回吧 看来张先生 是接力单独上性命的委托 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 我可以帮您联系李警官 怎么样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嘛 相信你 可以的 我先洗个澡 你是不是真的很希望 我快点离开 不想 这么说来 洪先生和张小姐 你们的好事将近了 对 本来打算在学生事业的时候公布的 我们的婚期定在年底 太好了 恭喜你们 谢谢 学姐姐 学姐姐 你稍等一下 洪先生真的在谈事情 学姐姐 学姐姐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老板 我只要五分钟 不好意思 咱们下次再约 周总 单方面宣布婚期这件事情 你不想跟我解释一下吗 咖啡可以吧 我们有约定在约 婚约期间不能与其他人谈恋爱 你又喜欢的人应该告诉我 出去的时候 可应该小心一点 现在两家股票大跌 股东都来找我 我很被动 很为难他 我没什么可想你报备的 因为我跟叶琛只是朋友 而你应该尊重我 尊重是相互的 张小姐 你住在上尾太久了 是时候低下来看清楚 我并不比你低一头 我只是选择后退 事情已经发生了 相互埋怨也没什么意思 你有没有解决的 有办法 尽客办一场自杀晚宴吧 管接受一下声誉 顺便转移一下大家的注意力 是要约着个人的辆车吗 对 小心点 别被发现 你是私家侦探吗 哥们你眼力不错 出租车离于隐蔽嘛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七思鬼托私家侦探 来调查出轨的丈夫 最好能拿到证据 这样 离婚的时候就叫来伤风 对 说得没错 我就是准备去抽奸的 早给我吧 你放心 根据不了 你们做侦探呢 就要跟踪别人 是不是被跟踪 也会很敏感 别废话了 他好像又要锁着了 糟糕 怎么了 估计我们被发现了 你怎么知道 这条路前方一公里 是一片飞机工地 这条死路 它应该不会是去工地头行吧 прикato Barnum 黄座 是一片飞机工之外 做好 就是 黄座 的 好了 好 没有 mari 但是 薛先生 你不觉得这样很没意思吗 刚刚才发现确实没意思 以后不会再跟你了 这样最好了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要不然我真的找警察叔叔了 我想你不是一个很愿意和警察打交道的人吧 彼此彼此 张先生 麻烦你回去转告你的主子 我这个人有的是时间 但他不一定有 有什么能耐最好尽快使出 否则可能就没什么机会是吧 反正我是一定会找到他 让他把布盖支下去的门口出 薛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这儿不太好打出租车 要不要我带你一场 不用了 今天没送他们回去啊 每天都送 你就不能多花点时间在找仇人上面吗 真的可不想跟你这种没品的妖怪朝夕相仇 喂 干嘛 吃饭没 没事啊 有时间的 不见不散啊 笑什么 人类有两种感情很相似 有时连本人也分不清楚 那就是爱和湛有欲 其实爱比湛有欲更复杂 因为爱也包括了湛有欲 除此之外 还有分享和奉献 而湛有欲只是纯粹的湛有欲而已 你到底想说吗 我想说的事情 你很清楚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这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 别人是绝对不能够碰的 我记得没错吧 但是我声明一点 我只是借宿 我什么时候 也变成你家中东西的一部分了 不是爱 是湛有欲 按照您的吩咐 慈善晚宴做的是 瓜俩儿童心灵的主题 你一定邀请的嘉宾名单也在后面 主要是一直有合作的慈善企业家 演艺界人士 儿童心理方面的专家学者 当年晚上有表演 慈善拍卖 自助餐等项目 具体的你看一下 还有什么需要调整的 我相信你们准备的很好了 我晚点再看 另外赶紧把这个发一份给张小姐 问一下她的意见 有些演艺界人士 除了我们正式发出的邀请函之外 都请张小姐亲自邀请一下 一事尊重 嗯 好的 那没事我先出去了 所以张萱萱要结婚的新闻 是假的了 当然是假的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啊 她肯定气炸了 我是医院 我可能还要忙半个小时 麻烦您凑杯咖啡等我一下 这 这个烧杯里面没装过那个东西吧 当然没有了 干净的 用酒精灯煮咖啡很方便 我们一般都这么干 煮咖啡技术不错 味道很特别 是吧 在射香猫的肠道里 发酵出的独特的香醇味道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欣赏她的品味 肠道 对啊 这就是包式咖啡 你去哪儿啊 这种奇怪的事 还真是不给厨女做流活了 您好 李教授 您好 来找叶琛吗 嗯 约了一块吃饭 刚才研究室没看见您 还以为您不在呢 哦 我正在休假 今天顺路过来拿点东西 哦 那再见 如果我是你的话 被一只会引起社会恐慌的怪物救了 我也会替她保守秘密 这引起社会恐慌的怪物 啊 您再开玩笑吧 不明白我说什么吗 就算是报恩的心态也好 害怕惹麻烦的心态也好 还是你真的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也好 反正 我已经找到了对付她的办法 到时候 她只能成为我的研究材料 李教授 您真的没事吧 我听叶琛说 离婚这事对您打击挺大的 但是 一定要注意休闲 不要乱想 好吧 那我就当你是真的不明白 那我就当你是真的不明白 嗯 嗯 什么呀 在炸我呀 你就是完全就是在炸我吗 说什么报恩的心也好啊 什么怕惹麻烦的心也好啊 真是遗憾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明显是在炸我 还好 干嘛呀你啊 我告诉你 不要见见奇怪的人 难道上次被放弃的事你忘了 那你不至于这么生气啊 我又不是故意的 就算是遇到了也要马上躲得远冤的 一句话都不要跟她说 更不要说跟她单独在一起 你又不算单独在一起 没有第三个人在场 就算单独在一起 你怎么自以为是 早晚又是大麻烦 以后不许再这样 对 是我的错 又不是因为你 谁会有这么可怕的心情 等一下 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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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好 公主 你都哭了两个小时了 可以了 下午茶时间 喝什么 喝完赶紧回家 他训我 你也训我 我要喝黑米的 田净植小姐 我最近是处于焦头烂额的状态 现在外面还有一堆记者等着赌我呢 你们两个小情侣小吵怡情 在我这里哭一哭 回去发个娇 红一红 然后又甜甜蜜蜜 没事 所以 不要特意来刺激我 我刺激你什么 要不你跟叶人渣试试 客观上来说叶人渣还算是个不错的情人 你用过的东西要我来捡啊 我我我还没有用 那从前来算是个 玩吧 你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了吗 没有 但我压根就觉得那个约定不怎么合理 只要你喜欢 我一点都不在乎 不行 我都说我不在乎 我在乎 你越是为我着想 我更不能做出和闺蜜前男友在一起的这种事 没错 我是对他有一些心动 但那又怎么样 只是心动而已 跟我们二十几年的友情比起来 什么都不算 这有没有诺贝尔好闺蜜讲 你那么拼干什么呀 没办法 本小姐 就是说完美 中国好闺蜜 我还我 那 我算是明白了 你来我这儿就为了两个目的 第一呢 骂雪凌强 第二 来蹭下午茶 那婚期的时候准备怎么办 四十五我也休ills 갖上崇 hal隆 我どう制作 graduated 声 看柄 音集 thereafter 我执带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